大家好,又是数字玄机的时间,今天是星期一 第一个大好消息是比特币破6万,整个weekend大家都很兴奋 上了6万之后曾经回落过,似乎在交谈的时间都应该维持在6万楼上 继续在6万楼上 我们由司徒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新闻 其中一个新闻就是MicroStrategy,宣布再度买入比特币 任何价位买都赢了,你现在都说6万,我相信都是5万7、8的位置再买 是的,价格都高的,用了1500万美金 平均价1500万美金买入的平均价是5万7千多的 上次一直在4万5反弹上来,我们上个星期都说到5万4、5 都站定了,都不太能回头,再买下又干些,再买下又干些 货源一干了,你自然就很容易夹仓了 不要说6万,雷股神所说的10万,我都说 撇除外围的其他不利,突然间有不利消息 不如我们大家,黑天鹅估不到的 正常计,只是从供求关系,炒到上10万 但在今年之内涨到上10万,似乎随时都可以 好像Binance的B&B也有消息,有什么好事呢? 上个星期Binance的CEO 预先说会有消息公布 当初市场很憧憬 它有什么大的收购,或者合拼,或者新的搞作 所以它消息宣布之前 Binance的B&B曾经上到300元流上 上个星期尾的时候都维持在280元左右 上了300元,然后好像跌下来 跌下来 跌到250元左右 现在是260元左右 为什么它偏弱呢? 你看到Bitcoin一直在破顶 但是B&B就一点力都没有 原来市场传言 Bloomberg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 Binance其实现在被美国政府的机构查 是否应该是Commodity的CTFC呢? 因为我之前在一年半载前 我都跟朋友说过 他们这些公司在做Diriditive 是,衍生品 衍生品,即是做contract 合不合规呢?是一个问号 我相信在太空上做 就没有人可以管你了 但如果你收了一些 例如大陆客 香港客 或者是美国客 尤其是美国客 你可能会面对一些潜在的法律风险 我相信也应该慢慢碰到这个问题 有点像之前Tether的情况 是,有点像 这次CFTC 商品期货委员会 说是受它调查 其实Binance交易所 近一年都很积极推荐它的衍生产品 但是呢 目前来说 它是禁止美国人参与这个衍生产品的市场 如果你登记在那里开户口的时候 你那个身份是美国人的身份 就不能参与这个衍生产品的交易 不过呢 这个禁令其实是上年才实行 我相信现在真的有调查的话 就可能是追溯它 他禁止美国人做衍生产品交易之前 可能有一段时间 他没有这样严格去执行这一件事 就是KYC做得不足 其实这个都说过了 因为你叫它停了 一定不会停了 我记得印象中 衍生产品的比较风行的时间 就是2018年中后 去到2019年的时候 就有出现的问题来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就很快地 就 走得很快的市场 很多几个交易所都这么重 还有 试过有两个上三个大的行程 一讲一个VN 杀过亿美金的 谁都想做了 你叫他缩手 说你是钱来的 大佬缩手你别玩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衍生市场 其实他们赚到很多钱 还有现在的 commodity market 就是 你去到现在的ETH也好 或者那个 BTC 在期货交易所 已经有了 变成了 它就有相关的条例出来 特大同意 就是 你做得行的 即是所谓的现货市场 现货金做得行 倫敦金那些做得行的 你的comex go那里的期货金 就自然有影响的 是 有些人会是相辅相成的 但是 由于大家都有竞争的角度 其实 CDFC出来查 其实都是 无可厚非 就是国位其主 是不是 这个很正常 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 按照这个做法 就禁不住 因为现在 现在在这个 我们看到很多做 海外的金融机构 尤其是澳洲的 一些平台上 都有 contract for difference CFD 是基于价格来做的 所以 我相信Cyprus Cyprus那边的牌照公司 都是 很常有这些产品 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 但是这些火 我相信 都很难禁得息 因为有市场需求 另外再说 因为BTC 破了6万 很多朋友 有些没有炒开比特币的 都来问我 现在是否适合入市 很想这个高位 去追加比特币 但是 有点点 提醒大家 虽然现在 比特币的势势很强 但是 3月份 来着3月 尾 大概26号的时候 期权又结算了 今次 痛点 最痛点的价格是 3万6美金 已经不是什么了 上一次的 期权结算价 大概是3万5、6 也是一样 一亦都跌不下去了 似乎我看单头仓 单边仓来说 你叫它回到4万以下 都很难了 暂时 我看不到有什么很大的消息 可以令到它这么低 如果是 就将会很爆炸性 和都很惊陷的一个消息 会变得很黑天鹅 在这个阶段 是 你现在看到的 最主要是因为很多美国企业 这些所谓的大公司 全部都出来坐着 一个阵子在买 如果你的BTC 突然崩盘的话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是比较会低跌 因为有钱人在买 他都没脱手 怎可能被他跌 你只会越低越买 除非你有一些所谓 环球性的禁制令 对于trading 或者对户口操作上面 有一些 很明显的限制 就可能会导致到它崩盘 如果不是的话 我暂时都看不到 那个 严重崩盘的可能性 唯一 刚才你提到的 有很多企业都在进入BTC 但是 其实有部份企业 是比较早期进入的 它的平均价是大概2万左右 现在 因为市场升得这么高 有些人都会有担心 它那些部份的企业 如果是2万元平均价都进入的 会不会趁现在这个高位 6万元流上 会出这些货去套利呢 这个就不清楚了 所以我也提及过 如果股票市场 尤其是美股市场 有明显的下调 包括科技股 因为很多 买得BTC这类型的 都是科技公司 美股市场有严重调整 尤其是LASTECH 有严重调整的时候 我会相信BTC的价格 刚才我也一直在说 黄金也好有价资产的价格 应该会有些深度调整 拭目以待 今天到此为止 明天再见 明天见 拜拜 拜拜